谢谢主席,请部长 好,有请李部长 向远,官到 部长好,我想经济部的业务报告 相较于其他各部会提给立法院的初步报告 算是内容相当丰富的 但是我认为里面还是有一些我们地方所关注的问题 并没有被你们重视 那尤其是其实从去年开始在讨论五大创新产业 那也是未来政府要发展的一些重点产业 但是我在看到你们对于五大创新产业的内涵当中 其实有一些西部的特定的城市作为中心的核心区域 那但是在这五大创新产业里面 是看不到东部有发展的机会 所以我们在未来产业的推动过程当中 如何不要重西、清东 那如何来兼顾东部整体产业的发展 那我们对东部有什么样特定的规划 是可以让我们整体的经济发展 同时与西部俱进的 跟委员报告 东部目前第一个就是深层海水的资源 不管是在台东跟花莲 我们都努力在推动 另外因为这个花东地区 基本上它是有在地很丰富的农业资源 所以我们将来希望发展六级产业 也就是说结合一级产业的农业 跟二级产业的制造 然后在当地能够把产品把它做制造 然后也能够把第三级的服务业 能够把它销售 能够六级产业把它做得更完整 不过局长刚刚讲到的这两个产业 包括深层海水产业 其实所参与的就业人口是相当有限的 尤其是目前是以国营事业的子公司 台匪为主要的参与对象 所以目前它的一个成果 虽然有一些初步成果 但是它所衍生的相关的产业周边效应 并没有让多数的东部居民感受得到 或者是碰触得到 也并没有形成一个产业的聚落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再依赖 这样的一个产业来带动 恐怕目前的作为还是不够的 那你们刚刚局长谈到的第二个 就农业的产业六计划 其实这个我已经讲好几年了 不管是在你们这里 或者是在国发会也核定了 农业的产业六计划 在农委会也是 但是目前却是 这个完全是看不到 它一些具体的成果 那包括整个产业辅导的过程当中 尤其在二级加工 农产加工的这个区块 在西部是比较普及的 但是东部是相对匮乏的 那尤其我们现在对于 食品的安全 农业的新农业的 附加价值的要求是更高的 那对于加工设施本身的标准 不管是废弃物的排放 或者是本身设置 符合国际的这个食品安全 跟标准的要求 其实是更高的 那但是在东部地区相关的 加工设施还是非常有限 那目前的作为都仅止于 补助一些地方的农民团体 或者是一些比较小规模的 个体互料 像尤其是这个圆明会 也有相关的补助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 有高度附加价值的 整个产业聚落 那导致我们东部农民 平均来讲 当然有少数农民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平均来讲 还是没有办法系统性的来带动 整体的这个附加价值 以及农民收入的提升 所以我还是要回来讲 在五大创新产业里面 少了东部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 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 要更积极的来做研绎 那尤其是这些 怎么带动其他的附加价值 跟周边的外溢效应 那当然农业观光 一直是东部最重视的 它当然是有成长的空间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 我们在未来 整体国家资源的配置上面 还是以西部为主 西部这五大创新产业为主 而忽略东部 我想会加深 整个区域发展的落差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希望 你们能够重视 好谢谢 那个我们原来在 这个撰写这个顺便报告的时候 有考虑新农业 因为那本来也是总统的政见 那不过因为那部分主政的单位 是由农委会来处理 那我们是配合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 暂时不要放在 我们的书面报告里面 但是那部分 我们已经规划相关的措施 再跟农委会 做进一步的合作 那我希望你们能够尽早提出 你们相关的这个措施 跟未来的规划方向 而且希望是有别于 过去几年 只听得到在讨论而已 还没有到具体落实的阶段 那尤其是东部 前一阵子地方上 也非常关心 在我们环保署长 宣誓说水泥产业 退出太鲁阁国家公园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那我想大家都是支持 有污染性的产业 退出我们的国家公园 毕竟国家公园 要以最高的环保标准 来守护它 那它相对地质脆弱 它相对周边的环境 也是我们更需要去珍惜的 但是如果涉及到 国家公园以外的 这些区块 那我们要做 整体的产业的转型 这个就如同 在西部面临的 石化产业的转型 或者是其他 高度污染的产业的转型 像我知道很多云林乡亲 对于六清 它所造成的相关的污染 也非常的有意见 那在东部地区 如果说长远的政策方向 是往落日跟退场的方向来走 我们希望这过程当中 要有非常充足的配套 那我讲的就是说 我支持马上 要求三观产业退出 国家公园内部的范围 但是国家公园以外的范围 我们要有一套规划 要有一个整体的一个 到底这个产业的 去留的问题的相关的规划 如果是我们认为 它不该继续在东部存在 那我们一定要有 替代的就业的方案 不管是就业市场 或者是尤其是长期在这些 相关产业里面工作的劳工 有一些是数十年的这些 劳工也身负家里的 这个生计的责任 那我们相关的退场机制 时程 转型 就业到底是什么 我希望这个部分 经济部也能够相加研议 那个就像委员刚刚提到的 其实在国家公园退出那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提出来说 在国家公园里面 它本来就已经在逐渐恢复地貌 等等这样的架构 在国家公园外面的部分 长期来看 那么怎么样子做所谓的这个 在地的居民的这个生活的 这个工作的转型等等 这个不管是您这里还是很多位 在地的居民其实也反映了这个事实 所以我们会把这部分列入考量 同时它的转型跟工作的规划 跟产业的调整 都会是我们在规划当中 一部分配合同时跟环保署 一起做一部分的这个推动这样子 我想早期在东部 林业也是很发达 可是我们基于保护山林的政策 也逐渐地让林业这个产业在台湾 来做了很大的调整 目前山区是禁止伐木的 但是在林业退场 我们也看到一些过去依赖林业维生的 这些城镇的一个没落 所以在这整个转型的过程当中 那如果我们有新的计划 尤其是涉及到观光产业 或者是其他需要做就业辅导 需要做重新安置的部分 我们真的是一定要作为一个重点 好不好 谢谢委员指正 我们会全力以赴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另外在我们整体的电业政策 也应该是部长上任的一个施政重点 可是在今天的业务报告里面 我们并没有看到 就电业法的一个修法 实陈跟规划方向 那里面提了很多idea 包括智慧网的形成 包括能源的效能的提升等等 但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现在民间可以产电 但是民间不能卖电 台电是输配电的一个垄断机制 那但是我们其实在很多 尤其像欧美国家 像德国啦 荷兰这些在积极发展绿能的国家 我举个例 像荷兰他的农民 他设一个锋利发电机 他的电可以直接卖给他的邻居 他直接去溢价 可是这个在台湾是不可行的 所以就因为现在的法律的相关的规范 让我们民间自行去投资 小型的这个智慧电网 或者是小型的这个能源再利用 发电设施的incentive 是比较不足的 所以这方面你们目前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电业法的这个主政单位 本来是经济部在规划一部分的 这个电业法的修订 不过我们后来跟行政院报告之后 他放在节能减碳办公室这里 会做跨部会的协调 那其中一个主要的考量点 当然是因为Cup21之后 减碳这一部分的议题同时跑进来 还会牵涉到环保署跟其他的单位 所以这个电业法的修订 除了您刚刚所提到的 到底分成两段三段 民间可不可以受电 那么甚至电网怎么配置等等 都是在电业法里面必须一并思考的 这一部分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 基本的态度是没有违背的 就在那一部分 我们没有 不认为说民间受电这件事不可行 可它必须要跟现行的电网的结构 能够有一个搭配 那避免造成断电的危机等等 这些是我们在考量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会把台电的这部分的电源 也同时纳入考虑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不管不只是修法 包括台湾整个电力结构的调整 但是我觉得还是刻不容缓 一定要即刻的来进行 那也希望能够早日将初步的规划 能够提出来 谢谢 好 谢谢委员